大家好,歡迎回到動漫城進攻足球的第二節歐洲足球時段 不用吐大氣,不想見到結果就會出來 容許我鏡頭有一點主觀,我不想看打比 其實沒有,老實說是真話 我覺得他們兩隊打得好,真的打得好 老實說是真話,我當初阿芬說撐猛城,都說不用撐 如果去到尾場,再回去就肯定撐猛,贏多少個 反過來來說,你又不得不撐猛城 他是打得好,但沒有辦法 單天保自尊,最慘的,還要差一點 不是說技術,高度也沒有,想給長波賣也沒有辦法 別人的後防又打得好,比比撐得好 不是說靠超技術,真的吃光你 那你沒辦法了,幸好你打到有這樣的機會 你都要借蒼天,借祖先 就是施朗不生性,一直都進不了波 其實差一點,比你連累的計算是成功的 只要捱過90分鐘之後,去到家時 他們有機會了,王家馬得利的心理壓力會越來越大 沒錯,沒錯 其實他中入決賽機會,萬成就變得大了 其實兩隊球賽來說,都是驚險晉級 說真的,王家馬得利和馬得利體會 但是坦白說,出局的球隊其實打得不差 其實有些事情,我經常都說 去到這個時候,你不單止有技術 你還要有些少運氣存在,否則你也不用想 我反過來說,賺了萬成,馬得利體律 先講王家馬得利的理想 我個人是少許主觀的角度去講一件事 扮無尼克出局,我覺得有少許夠自取 不是講表現,首先哥迪奧娜說了一句說話 如果我出局,不如死去 第二,他到今時,我們從一月份公佈明年到萬成開始 其實對球我們都說過 是一直都很忐忑的,你見到他們 是沒有一種叫獅子撲土的氣勢 其實有些事情,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第一,他在一個很大優勢的時候 他就已經很早公佈,我不會在那裡了 是,你中間令到很多球員的心態滑落 滑落,起伏 他帶來,明年可能都不能玩 這個就是,有些,不要說他帶來 他來,他將我提升到一隊 現在換了另一個,我可能會掉下去 是,有很多不同因素出來 變成你令到這樣 再加上,你會看得到一頭那一段 他一贏,你就不贏 到尾那一段,現在那些 都不能開槍 湯馬士、梅蘭、奇雲、杜夫斯基 都不能開槍 我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事 近德甲來說,他一早一早已經掌握過一種優勢 這種優勢,我跟你在貴宗演講 每一個頂級領隊都很羨慕 你的情況是這麼適合的 可以拋離對手這麼多 也可以應流就流 應出就出 但是你竟然去到這一刻 其實我個人來講 在拜仁茂尼克的高層上 是絕對不收貨的 沒錯 坦白說,如果你帶到球隊入快樂 你以前的過失 就未必有人追究 雖然你覺得我今天所說的 很馬後炮 但是因為你在四強出局 一定會被人抽回你後腿 如果我作為拜仁茂尼克的高層 我會告訴他 哥迪奧娜,你現在可以走了 我不需要你再幫忙了 因為我看不到他有一個紅心 我是做過球隊 他做的事都是我的 不是為國會,不是為球隊 只是我 我打在自己的名堂 這些真是不好的領隊 相對之下,你看到雲也 你真是一流一流 所以現在看形勢上來說 不輸就輸了 我也坦白說,恭喜馬德里雙鴻 進軍聖西路球場 到時再看看怎樣 我們講而已 都會看的 我不看球,我怎樣跟大家講球呢 有些花邊新聞 這次李斯特成贏英超 泰國有個高僧說 李斯特成打歐聯一樣怎樣 是的,我也有看到這個 這個有待明年看看怎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我是開心的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我現在穿著這件衣服 就是暴力搬 我都不希望李斯特成將來成為 我現在穿著這件衣服的球隊 都不知道要去哪裏 一季秋就收皮了 收皮了 現在都不知道去哪裏 為什麼要持續呢? 只要當是拆開一點點 就這樣說吧 李斯特 其實如果真的人究無辯 我對他全有一個希望 大家留意我們英超聯的季後回股 在未來的下一屆英超聯 就不是在Big 4的年代 叫做戰國年代 什麼叫戰國年代 戰國七雄 你連著熱賜、利物浦、韋斯特成 你才得成 已經七隊了 因為車路士和曼城 明年會不會再沉淪下去 曼聯如果轉哪個領隊都好 我是對下屆有期望 即是下一屆英超聯 就不是Big 4的時候 戰局會更加亂 其實好看一點 沒錯 我預測下一屆叫做戰外七雄 七雄之中我剛才說了一對 那一對就是利物浦 利物浦 利物浦 李Sir 由你講 因為李Sir很辛苦 不是辛苦 看完長波 我就立刻睡 李Sir還要寫蔡後平 放上Facebook 然後才睡覺 他還遲我一個小時才睡覺 然後現在就立刻說來錄節目 其實沒事的 因為個人的興趣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樣的心態去做 其實我也想睡覺 大家都希望給朋友、朋友看看 有些熬不到睡覺 或者其他原因看不到電影 要看想知道的第一手之下 因為全世界都在看 究竟星期三和星期四的賽事 已經是西班牙把腿進入歐聯決賽 如果歐霸都是兩支西班牙球會 包辦決賽 是今屆整個歐洲最高榮越角出事 四支西班牙球隊包辦快樂決賽 是一個歷史從來未出現過的 基本上是 但是李麥浦就壞了好事 其實就不可以壞他壞好事 我也要因為我知道球隊做事 你不得不讚高普 他很有信心 他覺得第一場球 沒有問題 輸了一球不要緊 但你這麼奇怪 你好像拿了世界盃那麼開心 對的 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的主場 我做好他的 其實我是開心 坦白說 我讀書年代 因為當時萬聯未起 其實我是本利物浦 不過後期我變節 也不是的 沒有什麼變節不變節 其實看球是看球隊的 即是你死擁一隊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那隊球都降到下去 英丙 你都捧了 不是的 因為第一件事 我們不是英國人 不是他們那個棍 那個城市 那些球隊過著的球迷來的 如果是 即是你告訴我 有機會香港 英國 讓你來我們的競賽打 我不管他 丙祖丁祖 我都會支持他 因為是香港的 是 但我們香港看英超 就是 我們是球迷角度去看 是 哪一隊打得好 我就碰哪一隊 原來我發現自己看球隊有一種情義結 這種我沒有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有一次有個球員 甲組球員問我 是 他問到怎樣寫我 是 我一直以來究竟我是 喜歡球隊還是喜歡個人 今天我把球員問個問題 我再問你 李Sir 是 其實你喜歡曼聯 是 還是喜歡廢格信 老實說 一句真話 我是喜歡的 整隊球隊我喜歡的 是 但我是欣賞廢格信 他做的事情 當初他做 當初做的時候 都不太好成績 但他都是默默監雲做 做到後來搞定了 一路拿出來 他成績 其實大家 回看歷史 就知道 廢格信不是去到曼聯 就已經有佳職 我後期問過其他人 其實有很多人說 我綁曼聯 綁了二十多年 到有一天 為何現在廢格信沒有狠道 之後沒有看 他會說到很多東西 現在的球員不好看 我問他一句說話 究竟你喜歡問曼聯 還是喜歡廢格信 然後他靜一靜再想想 原來其實我是喜歡廢格信 不是 廢格信其實很簡單 現在的李斯特城 運利亞里是好 但如果那群球員是不好表現的 一樣沒有用 我經常說一件事 任何一個好的球隊 教練領隊都好 如果你的球員不賣命 你根本就沒有用 所以為何我會回應李Sir所說 為何這麼興奮 一來利物浦也是我一支 喜歡的球隊 坦白說 我在節目那幾集說 我是不想見到一些 同國家的打比來做一些決賽 沒錯 所以我會變成今早在Facebook 為何李Sir跟我說我這麼興奮 拿杯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很簡單 我以前看鷹甲的時候 列斯聯 我都看的 森林也很隔 那時候哥洛夫父子 心林隊搞得不錯 他都是唯一一支 拿過歐聯 列斯聯當年也很好 很多球隊都會說 一直去那時候 不會像孟聯 那些是這麼長時間 佔據了頭的位置 所以 變得感覺孟聯 好像我特別去勇 但為何到今刻 其實我都是看孟聯 我是孟聯等來的 但現在我生氣 為何用到這個 領隊 這個不懂做事的領隊 根本就 其實你看到的 球員可以打得好 我不會明天就轉了 那慘了 怎麼打 後天又轉了 球員都無所適從 沒錯 在這一刻 利物浦打入休聖劣敗 擊敗了維拉里爾 同樣地 其實薩克達已經盡了最後的努力 但仍然阻止不到西維爾進入決賽 西維爾就向著這個杯賽的三連霸進發 基本上是 其實薩克達是打得不錯的 所以西維爾可能 球員的心態又不同 就是說 我們去年又拿 今年又拿 當中有很多 我們今年要再拿 已經是不同的 但相反沙克達 俄羅斯一些球隊 一直打上來 就不是那麼高的 而且是遇到天氣 又有些不同的影響表現 現在他來到這個四強位置 我覺得他絕對收穫 你看到他不是說 來到這裡不夠你打 看比數當然好看 3比1 但你又不去看他主場 輸球2比2是你逼和他 不是我比你 沒錯 不過來到你的主場 沒有辦法 這個平初 同樣一樣 利物浦也是 但維拉利爾是差一點的 到這一刻來講 歐巴和歐聯的決賽 球隊已經確實了 在紀錄上 因為有了打比的關係 就在歐洲足協的球會紀錄上 已經可以刷新了 預先公佈了 無論馬德利體會 哪隊波羅冠軍都好 西班牙肯歐聯球隊奪冠的次數 再增加多一次 將會是16次 這個紀錄是高過英格蘭的12次 是拋離了其他國家 如果假設王家馬德利能夠獲得冠軍的話 更加刷新這個球會紀錄 他現在其實已經領先10次歐聯紀錄 拿了冠軍的話11次 但是西班牙球隊雖然強患 但有一件事是很堪然的 李Sir 原來整個紀錄是巴塞龍拿和王家馬 都包辦 原來沒有第三支球隊拿過歐聯 希望一樣 馬體會比較積極 我想施夢尼很想得到 因為上一次刷新而過 13年和現在16年的距離 15年非常之近的距離 兩年前發生的事 而施夢尼一定報仇說恨 對關注王家馬德利 然後留在往後的集數 我們先說 如果西維爾真的擊敗到利物浦獲得冠軍的話 也刷新另一個紀錄 李Sir 因為近兩季歐聯和歐霸 同時間都由西班牙國家獲得冠軍 如果今年零年都是西班牙獲得歐聯和歐霸 以國家級三年半 這個紀錄是很難做的 其實我想這次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利物浦嗎? 不是西維爾 西維爾 因為不是說利物浦特別好 而是這個高普是有一些魅力的 它是有些魅力的 你只看利物浦那個 那些報道員的球員都說 其實很難這樣踢 整場的球員不停地跑動 不停地跑動 不停地跑動 你就看到這個利物浦 那些球員在體能上增加了 我說一倍都行 不會覺得誇大 如果你讓他再長一點時間 再執拾對方 在技術上執拾 我想都不會 所以未來的遠景上 在下一屆的利物浦 我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這樣 李sir 現在我們在說 馬德李雙鴻 真是威個威威 但是回到本土聯賽 就大件事了 因為他被巴塞隆拿吃了 現在 所有的東西還原 不會再有什麼歐洲賽事的包袱 再加上我看回賽程 巴塞隆拿 那個對手也不是很難應付 他優勢一點 優勢一點 如果這樣直路 雖然剩下兩輪賽事 李sir 我的預測 一分和同分 因為你計算對賽成績 變成這樣 我仍然看好巴塞隆拿 可以很輕易拿到 我計算過 巴塞的優勢高一點 因為 他對黃馬 雖然一勝一負 但他的入球比他高很多 如果他真的想對同分 變成要計得失球 馬體股會也是一樣 李sir 有個聽眾 肯過說了很多次 雖然你假設了很多事情 他不停地批評我們 記得對賽成績 其實我們是知道的 基本上 不過只是說 不停地批評 如果出現一種 譬如說 三對同分 或者什麼 只是說 一個假設 我們仍然會覺得 巴塞隆拿 佔優 他不知道我們全看完 他如果老實說真話 我們看 不是現在看 是之前已經看了 不是看了 而是計算同分 不用擔心 我們會看著 因為馬體股體股會雙虹 去回到自己的國家 竟然在歐洲的楊威 去回到自己的國家 還要追著巴塞隆拿 如果我這樣看 巴塞隆拿 在這一刻一定機會大 就是他們兩個人 只是追著 其實很簡單 如果是 衰衰格格的話事解 巴塞隆拿 你看他為什麼他一段沉了 或者他在歐聯那裡出了局 那些事情 很大的原因 就是尾斯 尾斯一沒有狀態 整對球就沒有 沒錯 沒有的 真的 看到 也你看到 譬如有很多人同情 有些巴塞走了 表現不好 又怎樣 其實表現不到 好像拍到你現在去到 嘩 慘 不覺得他有什麼 他上了鐵達利 基本上有一點不是鐵達利 有問題是 他自己覺得自己很好 其實他沒有看到整隊的方 在最全盛時期 就靠三隻旗子 沙維 印尼斯達 美斯 現在沒有了沙維 已經弱了一點 是 一看 一到 美斯有什麼新宵火慶 尼瑪好什麼都追不到 因為球隊的感染力不夠 因為這一刻 巴塞隆拿 今週賽事對著愛斯賓奴 正常發揮來說 難去不到 我個人認為 應該難不到 應該難不到 這樣一刻就好 雖然說一分相差 很近丑 我覺得 理論上 他始終佔了優勢 巴塞隆 再加上 有些難度 難度 對著世衛 基本上 他過了今週愛斯賓奴 的話 尾場對格蘭諾特 都等風黃 沒錯 其實他可以 在愛斯賓奴拿一分 不輸 拿一分 他都已經 正硬了 沒錯 接下來就是 維拉里爾 修索心情 要對著 拉科隆尼亞 王家蘇斯達 對著 華力賈恩奴 利雲特 主場迎戰 馬德里太奧會 展開最後的追逐 基達菲 對著希航 赤爾達 對著馬拉加 西維爾 對著 格蘭亞特 王家馬德里 有點難度 因為他對著 現在當頭起的 華人西亞 因為華人西亞 這隊球已經升到聯賽榜第八位 已經是持續向上的 拉斯彭馬斯 出場將會對著 畢爾鮑 伊巴對著 貝迪斯 今週西甲聯賽 暫時到此為止 所有人都在看 班卓隆拿 對著愛斯賓奴 會是怎樣 講完西甲 也講回剛剛出局的 伯茂尼克 伯茂尼克 這一週的賽事 無論如何都要收拾心情 他要登頂的話 就一定贏了這場球 立即封王 有件事要看一看 講一講 講到歐洲賽事 不得不要記 巴賽 他除了兩場聯賽 還有一場國王杯 對西威爾 對西威爾 在五月尾 剛剛是歐把杯決賽之後 他要求神拜佛 找他們的耶穌聖母幫忙 千萬不要連上拜 甚麼都沒有 在利物浦 腳低了 然後響巴賽 又輸了國王杯 對 大家要看 對 沒錯 真可憐 這個情況 李sir 等一下第三節 我們香港足球時段 也要講 你明白我說甚麼 OK 說回德甲 哈法泰林 對著達斯泰特 哈法泰林 現在要搶去歐聯的職位 他一定要搶分 因為現在雖然在拜佛茂尼克 持續一個挺好的形勢 要搶一場就登頂 但他一定要拿分 雲達北內媒作下對著科隆 現在暫時安全是未完全安全的 反而最危險就是史特加 因為緬因斯希望拿到歐霸的職位 沒錯 對 追緊上來 所以史特加要懸念恩斯身上拿分 是存在一定的難度 現在是基本上 無信家伯對著李華古信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場賽事 因為這是第三和第四之爭 基本上是 雖然贏了分數上追不到李華古信 但它是影響到無信家伯的 基本上是 因為如果無信家伯拿分的話 哈法泰林會追得很辛苦 哈法泰林而言 希望李華古信持續強勢 贏了無信家伯 所以哈法泰林會重返第四 沒錯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無信家伯對李華古信那場賽事 還有哈法泰林對著達斯泰特 然後大家要看 暫時還未開得派對 只是肯定瘋狂 那隊就是拜仁慕尼克 因為他只是作對欣高斯泰特 如果他能夠得到分的話 已經正式閃亂今屆的德甲冠軍 基本上 在我牌面上已經不能追 基本上是不能追的 就已經差不多打了 剩下兩輪措施 那巴仁慕尼克呢 如果慶祝 就留下最後那場對哈羅威 主場措施 前頭那一段 其實我也沒有興趣談 一二三名德甲 反而我會留意一下 美國叫綁尾那幾個 究竟雲達不內媒 還是法蘭克福 那些 他現在有三隊波 就有機會陪汉諾威 史特加、法蘭克福 雲達不內媒 甚至乎達斯泰特 也有機會 也有的 所以這邊的反而都很混亂 好像法蘭克福 今週對著多蒙特 我想他都很難一陷面會輸 現在史特加對著緬因斯 你剛才都說過 緬因斯正在下邊上去 就是想拿回個盔子也好 因為他46分 和第六位的史奧克04 48分 就是差兩分之差 其實他還有歐洲賽的機會 沒錯 而且大家都知道 德國盃是拜人對多蒙特 有個啞就撥到下面 也挺惡 挺慘的 你好像很多 哈佛柏林對著達斯泰特 達斯泰特又是慘 變了很多場球都有混亂 不知道怎樣 哪一隊幸運贏到的就會彈上去 哪一隊幸運贏到的就會彈上去 哪一隊幸運贏到的就會留下陪他們 因為現在英超得甲就來了 以甲 其實大致上冠軍都差不多大局已定 以甲也定了 第二位76分 距離羅馬74分 只差兩分之差 確實 羅馬怎樣都希望做最後爭逐上第二位 因為已合三個職位可以踢到歐聯 而首兩名只能夠直接入分組賽 第三名要踢外圍賽 羅馬要爭取直入分組賽階段 他希望駁一個拿波利會失分的話 他能夠可不可以偷襲成功 攀上第二 其實都按照形勢上來說 除非拿波利打得不好 他應該是比較好處 因為他兩場賽事 一場對著廢新龍利 一場多年路 這些不用說 拖連路都是第九、第十位 廢新龍利一味 他應該贏了 相對羅馬 羅馬對手 都有一隊AC米蘭 一隊基爾和 所以又是這樣的情況 基爾和就是第八、九位 AC米蘭 他那些都會強一點 強一點 難打一點 我想 理論上正常的就是 拿波利是應該站得穩 在第二位 雖然是相差 我也報一報賽程 在凌晨時分 星期六深夜 國際米蘭對著安波利 2時45分 波羅尼亞對著AC米蘭 羅馬將會在星期日晚 對著主場六時半 九點鐘 卡爾比對著拉素 辛多利亞對伊蘭亞 亞特蘭大對烏迪尼斯 霍安天娜對著巴勒莫 新龍利對著龍斯索羅 然後到深夜時分 拿波利作客將會對著拖連路 祖雲達斯對著維羅納 投美對對控 看看拿波利和羅馬的局勢 威羅納主場贏1比0 爆個大冷門 說笑而已 來到這一節 歐洲足球時段暫時到此為止 這節完前提醒大家 支持最新一期的將功足球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雖然有些冠軍也可以做一些宣傳 我們的節目在接近歐洲國家盃的規矩 我們都要做幾個連長回顧 我們看看聯絡什麼嘉賓上來 大家詳細再討論 我們待會回來 在香港足球時段再見 拜拜